2023年世界闽南与金曲大赛亚加达赛区总决赛在亚加达北区顺利举行 从中的一名冠军和亚军将代表印尼赴中国厦门参加总决赛 通过这场比赛希望在印尼的闽南文化艺术能够进一步提升 2023年世界闽南与金曲大赛亚加达赛区总决赛在亚加达北区举办 在亚洲各国当中印尼就如往年一样对今年的世界闽南与金曲大赛表示热忱 评审团将细心从报名者挑选一名冠军和亚军 代表印尼远赴中国厦门参加总决赛 其实这场比赛已经很长和长 主办单位透露 前来报名参与比赛的人年龄层次从16岁到78岁 然而想要找到一个精通闽南语发音标准的人实在不容易 他们甚至竭尽所能运用各种方式在寻找精通闽南语拥有好歌喉的唱将 这次的评审团有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 他们对于前来竞选的人选非常严格 经过一系列比赛最后挑选出12位最佳候选人进入总决赛 当然评估标准除了是歌艺之外呢 还有就是舞台个人的魅力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网络电视台的一个比赛 除了你的歌唱之外呢 当然就是你个人的舞台魅力 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找的是全球歌王 而不只是只能够唱歌的躲在家里的一个歌王 我们要展出舞台魅力的一个歌王 让全世界都看到的 如果今天脱颖而出的冠军呢 我希望呢 他能够为印尼赛区呢 在全球歌赛呢 能够获得更好的名次 因为往年呢 印度尼赛区获得最好的名次是全球的第二名跟全球的第四名 所以呢 我希望呢 这一届呢 冠军能够产制在印尼这赛区里面 从这12位候选人中 挑选两位有够分量 代表印尼远赴中国厦门参赛 对每个参赛者 评审团的要求相当高 不管是发音 咬字 甚至音调 一点都不马虎 最后评审团一致认定 刘玉婷为今年奪得冠军的最佳人选 我非常愉快和感谢 当这次的结果 赛区获得更好的名次 我可以选择 把印尼赛区获得更好的名次 我一定是很大的想法 我的想法 我会选择 把歌曲继续更好的名次 我会选择 把歌曲继续更好的名次 我会选择 把歌曲继续更好的名次 2023年世界闽南语歌唱大赛 对于热爱唱歌的人 除了是一种娱乐 与此同时 也是在带动年轻一代 透过闽南语歌曲来传承中华文化